新北樹林區發生嚴重的公安事件 62歲的正姓員工 吊掛鐵板作業時這吊具突然硬生斷裂 當場遭到2.5公噸的鐵板重壓 導致全身有多處骨折 傷重不治 新北市老檢處緊急派員到場檢查 第一時間要求工廠必須要全面停工 救護車十萬火急 在小巷內鳴笛穿梭 因為稍早截獲報案 這裡有一處廠房 發生嚴重公安意外 斷裂的吊具還高掛在空中 地面零件四散 鐵板東倒西歪 警方立即拉起封鎖線深入追查 事情發生在新北市樹林區一家機械公司 十號早上九點多 一名62歲的正姓男子 在廠房內進行吊掛作業時 吊具突然斷裂 導致重達2.5公噸的鐵板 從高空落下 當場砸重在底下的正姓男子 由於遭到鐵板重壓 導致正姓男子 全身有多處骨折 內臟多重出血 送醫搶救後仍宣告不治 附近居民議論紛紛 有人說正姓男子之前在工作時不小心摔傷 但經過勞工局確認後 確定沒有通報紀錄 至於調具為何斷裂 甚至現場為什麼沒有保持近空 都是未來調查重點 才能給傷心欲絕的家屬一個交代 記者綜合報導 有時已故事